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不起 我们是反围标 说得对 看解围随时可以帮你省下几十万 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收看我们的节目《解围》 我是朱荣辉 我是吴可欣 我先介绍一下我中间这位 这位是我们在整个反围标运动里面 非常之活跃 又非常之得高望重 因为我先介绍一下 这位是河太 多谢河太 多谢河太赏面 因为我介绍一点河太 让她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河太其实就是 我们应该说是未成立反围标联盟之前的一个个案 是一个很大的管理的 跟我们一起了解了很多 经历了很多大管理的问题 做了很多争取斗争 很多东西 现在其实河太除了帮自己的屋苑之外 当然她也有去帮其他屋苑的 其他屋苑也有请河太去帮一下 河太 你有什么想跟观众说一下 大家好 有什么要说 其实我本人不像阿庄先生说得我那么厉害 但是由于大维修的引发 才站了出来 去了解一些三四四条例的东西 也都很幸幸我们可以争取到一些胜利 也都幸好有阿庄先生和阿林先生他们帮忙 都好运的 但是在现在就变相要做了法团的职位 变相要做了法团的职位 了解更多了 还要再做多些事情 其他欧院是有向我求教的 但是当然我认识的是皮毛 到我真的不认识的时期 我都要找阿庄先生去帮忙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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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帮忙 先回想帮阿太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多少年前 我想我们也是2013年见面 2013年 我记得当时在我们见面之前 我已经了解到何太他们在屋苑里面做了很多行动 我记得好像是有游行的 是吗? 是啊 我们那时候真的什么都不认识 自己的屋苑就真的好像你们说的自己的狗 当时就搞在屋苑以外的地方去游行 是 我们就每一个星期搞了一次 每一个星期搞了多少次? 搞了两次 搞了两次 我们还要穿黑衣 要务求令到社会各界去知道我们的屋苑的情况 因为当时的官员公司 竟然派一些职员来扮记者 是吗? 就去沿途拍着我们游行 或者我们一些行动的东西 当被业主捉到他那个时期 他就说我是东方 是吗? 是吗? 他咳清是东方吗? 他咳清是吗? 但是当时期 我觉得很不开心的一样就是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揭发了一个人去冒充记者 去做一些行为的期间 我们报警 他去了警察馆 但是警方是放人的 在后面放人 因为有时刑事检控的标准 是很高的 就是要证明到他有什么侵犯到人 或者有哪些人有损失 他咳清一样东西 是不是警方有没有跟进 我相信他让他走 也不代表警方没有跟进 我相信 这个也不是我们提内话 我想问一问 当初是有什么 触发到何太 你们联络到那些居民去游行 因为你也知道 我们有时做地区工作也知道 叫人家去和你做个签名运动 和你做个问卷也很难 你叫到那些人去游行 其实真的 有个很大的动力在推动才行 正正是个主题就是大维修 是吗 大维修 当时你们大维修 可不可以 讲一下概念上 你们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的大维修 其实就 早在13年的3月已经通过了 我们当时期的 有很多业主都質疑那个内容 那其实我在 即是对内容不清楚 不得其次 不得其次 就是我在投票去选择公司那时候 前一天才发觉 原来我们的外场拍下仔 不是全部拍完的 是拍一半不拍一半的 OK 这个跟我们之前那几集节目 讲得很清楚 跟业主也有分享过 就是大家对那个工程的内容 可能是很不掌握的 那何得你的个案 刚才你的说法就是 你们在决定之后 就已经开始发觉了 是吧 所以大家就多些人参与这件事 是吧 它的触发点是很特别的 因为通常就是工程 会集资了才上行的 是啊 我们的工程就不是的 是未集资就上行的 未集资就上行的 是的 令到有些做工程界的人士 就叫一些父母出来 就说这个工程应该有些问题 那才引发那些业主去签名 不过是这样的 其实法例是没有写明 嗯 就是是不是要集资才上行的 当然就是没有法例 但是问题是在一些 那些行业 就是说比如那些 就是有经验的那些 做开的那些行业 就是说基本上就是集资 那何緝是这样的 那没有理由 你未收钱 对了 未知道人家是不是真的够钱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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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真的一句 我当时下来 打算是签名的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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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你不是领导人 不是 不是 人家的街坊叫我去签名 嗯 签完之后就说 因为有些街坊以前有签过5% 嗯 当时的法团都说 你又没有联络人 没有成就 将它不了了之 嗯 那些街坊就说 我们要找到联络人 如果不是等它 免得我们签了就没用了 嗯 那找了几个的 当时他们就说 哎 何太太你 就算在家里 有空跟他们听个电话 聊个电话 这个都好 那我打算 没什么做的 那就答应了 谁不知答应了之后 就是一个陷入了不 就是 一法不可收手 嗯 一失足成千股痕 就是落了火坑 是的 可以这样说 一失足成千股痕 因为为什么呢 嗯 原来那条路很长 嗯 每一次等5%开会 以为开完会就可以脱身 嗯 原来他又不开会又拖住 嗯 接着到最终的业主就说 要打官司才行的了 嗯 那业主说打官司就说不用钱了 那业主要 打官司才行 打官司才行 会不用钱了 一晚就可以籌集了 百多个身份证的副本 给我去讨论 嗯 我想相对来说 是一个很震撼的创举来的 嗯 当我交这份东西去讨论 那里呢 他都说未曾试过有这样 百多人去上一个诉讼的 嗯 去委托一个人 是 当时的一招的时间 是给了我的 是 那做完之后呢 都 慶幸的 我们真的赢了 赢了 赢了但是就拿回一个公疑 嗯 那当然了 我认为何太太 我们要讨论少少少细节 因为呢 那些观众可能想知道细节 究竟为什么要 你刚才 你说很心急 我知道 所以呢 赢太太做得很爽快的 法团的事情全部做得好 何太太的说法就是很简单的 入品 接着我们就赢了 是吧 是吧 没有说 就是一步到位 但是观众想知道 是啊 我先讲入品 为什么要入品 因为呢 其实 刚才何太说的那些 它是15% 15% 是什么呢 根据这个建筑物管理条例 第3、4、4章 第18条 里面赋予市业主有权利 这个权利就是 只要你签购5%的业主人数 所谓业主人数 就是5% 那你就可以要求主席 就你们要求的议程呢 是进行特别的业主大会 是 那这个是有一个限制的 我们其实之前也有介绍过的 嗯 就是由你给信他开始起计 14天之内他要回复你 嗯 45天之内要开整个会 嗯 那当然何太太他们面对了那个状况就是 嗯 不要计算什么时候开始第一天 嗯 他收到你的份东西 刚才何太太说的 发言是给了一些困难你 嗯 你哪个是联络人啊 我联络你哪个啊 那其实呢 那法例呢 就没有写明要有联络人的 嗯 就是很多管理公司或者一些法团呢 都借些名目呢 就是围难那些入5%的业主 没错了 嗯 就是这个呢 我觉得就很不公道了 因为其实既然法例是没有写明 是要有联络人的这个身份 嗯 因为大家知道呢 这些5%的业主人数呢 是一个集体的决定 嗯 嗯 那其实他找一位所谓的联络人去对口 去跟你商量 那其实是没有意思的 嗯 因为理论上呢 那5%的业主呢 应该全部都有那个权的才对嘛 嗯 为什么你只要联络当中的一两个 或者三两个人呢 嗯 你改变不了这件事的 如果那三两个人的头 就不代表其他签的人的头 你要联络 就联络回来这么多个人 嗯 嗯 那我知道呢 我必须要提出何太这个例子呢 因为我也知道一些详情的 嗯 因为当时他们出了之后呢 就因为法例写得很清楚 刚才我提过了 就是这件事呢 是给主席 是 那何太的法团呢 出现了的情况 主席 就是没有主席 不是没有主席的 是吧 他当时死都不肯说他收了信 管理公司也都不说他收不收到信 那我们业主 就是我们多时期那些 几百个业主都很厉害 就打电话在民政署 嗯 那一招是打了几 有百多人打了他的 有百多个电话 是问他收到没有 好忙的 那当时其当日呢 就直接找人送一份副本 去给主席 嗯 送去管理署 你不要说收不到 那他就当日就告诉我 他收到信了 嗯 那他也复了封信给我 但是问题是 就是14日的通知 就是开会通知的时期呢 是 他又给了封信我 他就辞职 嗯 那封信是很调诡的 是 5日就给了封信我 他说他6日已经辞职了 是的 是很调诡的 就是这些时间 平平时空 是的 在那一段时间呢 没有了主席之后就开不了会 开不了会 即是怎样呢 整件事完空了 是的 那这些定众一定会问呢 即是没有主席 那就保选了 原来 保选不了的 是 为什麽保选不了呢 因为 我们讲讲344的条例 因为原来呢 我们要透过叶主大会 就选每一届的委员 而在委员里面呢 我们就要选个主席出来 嗯 那如果有个人 他辞了主席职 即是什麽意思啊 吴慧欣 他辞了主席这个职位 但是他还是委员 是的 即是说呢 你就只是 没有了主席的职位这个人 而委员的数目呢 是维持不变 那就不可能呢 再去保选个委员先 是吧 因为没有委员恐缺 是吧 而只要当中的委员 他没有人有兴趣 当上主席这个委员呢 那法团就形成了一个 没有主席的状态 嗯 就是没有主席的状态 如果没有主席的状态呢 就令到呢 我们表面上看条法例 看条法第18条 因为那个要求 那个召开会议的申请 是要向主席递交的 那就是说 在法律上面 字面上面 是没有人需要执行 刚才何太讲的那个要求 嗯 那那班人就认为 我不用理你们了 嗯 那工程就继续去了 是吧 但是问题是 你这样说 在三四四章来说 我们的事业主 唯一的权利 才是引用这5%去谈论法团 但是如果像你这样说 他不会选的主席出来 那这个唯一的权利已经没有了 没错了 这个正正是一个法律的漏洞 是 正正是漏洞 因为很明显 有 法例是有选举的方法 就是三四四里面有选举委员的方法 嗯 有选举委员的规定 规矩 嗯 也都有出决的时候的规定 嗯 也都有 保选的一个程序 的规范 嗯 但是 唯独是 是没有保选的时限 嗯 就是没有限你 如果 职位出决 你是何时之内的普选 是没有的 是没有这件事的 嗯 所以就形成了 有些人就说 喂 我不做主席 接着坐在那裡 所有委员都不肯做主席 他可以的 他可以做到怎样呢 我每次开会都放个议程出来 他没有人做 嗯 我每次开会都说 没有人做 对不起 你这个5%我处理不了 那当时就是继续在这个位 那我记得呢 就是继续在这个位置 我就开始加入了 那我约了 就是聊过一两次电话之后呢 就约了你们一帮业主 就在你们的说剧场那里 嗯 是吧 就开第一次会 就是我整天都形容那个说剧场呢 就是我们反围标的发源地 就是 因为当时呢 我处理河泰国安室的问题呢 我想是我处理 就是我之前大家听到都知道 我处理中西区多的 嗯 是跨区处理法团个案呢 你是投过了十多二十个之内 就是我不是之前处理了很多跨区的那些 嗯 嗯 第一次就去那里了 就跟那些业主讲解 那我记得我带了个律师来 那时候我想是一月了 是啊 差不多 我带了律师来 去业务讲了一些法律的问题给那些业主听 嗯 那时其实因为我们初初入品的时候 其他业主都不知道我们真的需要请律师 是 那后期就 你带了个律师朋友来讲完之后呢 那我们都很幸运 嗯 在一百四十多天里面 都有一百个人肯集资去做这个诉讼 是 夹了多少钱呢 30万 30万 所以我经常跟 就是找我们求助的业主都讲 其实我们不是很鼓励打官司的 嗯 你想想其实动摘到30万 嗯 这个是多大一不熟 我们其实我们是幸运的 我们的屋院是幸运的 因为我找了个律师 他们都用一个很便宜的价钱去跟我做 嗯 也都是我们的业主的团结的能力 就是很坦白 没有一个 我相信至今来讲 没有一个屋院那么团结 是 我经常跟我们说 我的屋院 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 可以令到整件事完美的贏 嗯 是我们的业主去团结 我们才可以胜出 当然啦 我是站在前线 也是打官司里面最辛苦的一个 但是如果我不继续去前行的话呢 正正就被旧有的法团和他们的伙伴 掩着嘴来笑的 嗯 其实是辛苦的 因为一个人里面 在跟律师见面 或者谈谈期间 律师都给了一个很心理的准备 就是说 其实你百多人集资 你输了 他未必要那百多人集资 你赔钱的 有权向法庭要求你一个赔钱的 嗯 那奈何真是 心里面就是 我不走出来 我走 嗯 整件事就散了 是 那 为了这一道气 那我就 呃 呃 因为我当时其实走出来 帮业主的期间 我被人告啦 被警方告啦 出禁制令啦 又出禁制令啦 其实有很多个官司 存在身上的 嗯 但是问题如果 就是 就是 我都是跟业主讲啦 其实打官司是辛苦的 但是正正你有一个 概念才令到 想为你那些人有一个害怕的动作 嗯 何太就很欠的 就是何太就讲到呢 就是说 就是打官司那些东西 很多 背后 很多业主团建立的 嗯 但是呢 我真的 都奉劝观众一句呢 打官司是很严肃 而且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动作来的 就是 不是 就是何太其实 刚才他讲就讲的 很多人支持他 但是其实他背后是很多心思熟虑 嗯 问过很多人的意见 那才是向前走的 嗯 每一步都 就是不是说不打不撞 一股作气 纯粹得个勇志 那样去 何太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嗯 何太是很有智慧的 就是他知道了 要什么情况之后问哪个人 就是这个世界的事情呢 你一个人是不懂的 但是最重要就是 在你适当的时候 问到适当的人 嗯 这个很重要的 我觉得 都是那句 说真的 你要熟悉你所有的事情 不是一知半解 嗯 我 虽然是小学生 但是我真的看了所有他们的文件 也都问了民政署 我们所拿着的理据 我5%是我唯一的权利 当然了 我不知道 我行这个官司的时期 是从来 没有过这些理据的 那就是没有过案例的 但是 估物论 有没有也好 已经走了出来 也都做了这么多动作 所以就拼死一试 嗯 在试的期间 也都很大压力的 为什么呢 我要带着我的孙女去找律师 也都要去 很少小过 三个月 几个月 是啊 揹着孙女去找律师 也都要去看完所有的文件 要入在路上 那当时也都被对方的律师盘问了我五个小时 那这五个小时里面 就是反反复复去想你去前言不对后语 但是我脑里面就和自己说 我一定要清醒 嗯 为什么呢 我的错 我稍微有这么多差池 就令到我整体我百多个业主的希望没有了 嗯 那压力大 但是我的付出 相对来说 得到的就是我们的胜利 嗯 说你的官司当时入品 我没有记错就是要 要求法团 根据你们那5%业主的要求 开个会 开个会 其实就是要求这些东西 就不是要求这些很复杂的东西 但是呢 你想一下现在的法例 这些业主 就是为了要捍卫自己的权益 不是说某个权益 是一个开会去谈一下权益 都要搞到自己要出钱 他开了个会 未必是成功去撤换法团的 是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那么害怕 他开这个会 是 是 是 我不会认为他害怕 总之他就说他不是主席 他不开 但是他有很阴拾的 嗯 他和我调解 他又是在这里耍我 将会有的了 主席是不是 是啊 他不是他不会将会有 因为他就是广东广西的 我们是保选的了 这样 他没有说到保选 疫情也不说的 他只是广东广西 接着浪费了那一天的时间 好了 我和律师说 他浪费的 但是我又花园的 上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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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去到 审了 去到最后 港局管理人那里了 我解释什么管理人 因为何太他们要求那个会议 是要重选那个法团的全体委员 嗯 在那条例上 因为他们当时的法团 没有一个主席存在 根本上都不知道 由谁去主持那个会议 所以 应该是何太方的律师 就觉得 不如我们就建议一个 或者多谢法官 要求 建议一个 什么叫接管 律师有三个点 一个就是 你选一个主席出来开会 他叫对方 选一个主席出来开会 第二个点 如果你选不到主席 引用又不知道 法例三四四哪个条例 就是秘书 去召开 第三就是说 要求法官判定 解散了法团 就 管理人去接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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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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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何他人贏了 當然他們爭取到這件事 他們不是贏了 因為那個接管人是公正的 是不會幫事打方的 他只是很公正地接管所法團 所有管理事 簽票各樣東西 他都可以處理的 因為他是有法律的地位的 是法官頒了領給他 而這個接管人其中一個終極的任務 就是他做這個管理人 做到什麼時候呢? 就做到開到一個會 選回新一屆的管理委員會出來 他就功成身退 這一節我們先講到這裏 稍後一節我們就講一下 接管人處理大會 選到什麼出來當然是選到韓太地 這個不用賣關子 選完之後 接著他們怎樣去積極地監察維修 搞好大廈的管理 待會我們一會兒回來再繼續和大家談 你平時是否吃咖喱飯呢? 我經常都吃咖喱飯 咖喱飯又便宜 又到處都可以吃 有什麼好呢? 哦 托實無華又多選擇 有大辣中辣小辣 印度咖喱 泰式咖喱 日式咖喱 適合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中 但我想問問你有一款最新的咖喱飯 你有沒有吃過? 政治咖喱飯 吃過 吃過 知不知用什麼來做的? 有不同的分析 理論角度 還有香港人的本土角度 吃了咖喱飯 香港不會有難的 不是吃了咖喱飯 你一定有贊嗎? 其實不是 政治咖喱飯 吃了不用你中聯辦 城寨給人的印象就是很多剝牙佬 而我們在城寨裡面 都希望像一幫剝牙佬一樣 轉剝外面 經常說歪理那幫權貴的鵬牙 大家正在看的是城寨 我是周博言 加熱門 音樂可以是私人的日記 也可以是時代的記憶 城寨有樂 城寨給人的感覺是亂七八糟 當然更被視為香港三不管的狗犯之地 事實他們有自己一套秩序 這個也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大家正在看的是城寨 我是鄺榮雪 是鄺榮雪 1842年清道光22年 1842年英國和清潮接觸南極田楊 1842年在地圖上多了地方叫做香港 是鄺榮 離基處處陷阱重重 探險隊1842 誓要尋找事實的真常 我 劉細良 我 張王 我 陳仁啟 我 李嘉雲 探險隊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 好 歡迎大家回到李解圍 剛才何太就講到官司那裡 我先插開一點問一些實際的事 其實這班官司 你們最後 想不知你們成功了 因為找到接本人去幫你開大會 再改選我們稍後講 但是去到那裡截數 你們一班業主 去打這場官司 夾了多少錢 用了多少錢 連賣條價大概17萬 17萬 這是一個特別的優惠價 大家業主 不要以為真的打官司這麼便宜 這是最低的優惠價 這是一個最低優惠價 那個律師給我們一個很優惠的價錢 其他的屋苑 根本上可能用不到這個價錢 那個律師也很幫忙 可以給到一個這麼低的價錢 但是引用回 其實法團如果用我們的錢打官司 法團用多少錢 七十多萬 法團用七十多萬跟你打客 他請了兩個大葬 他的大葬的連資是相當高的 你們有沒有請大葬的嗎 我們請了一個大葬 但是我們的大葬的連資就很低 其實呢 他是計算連資去計價的 大葬有個排名 我們請的律師的連資 和大葬的連資都是低的 他請的全部都是高的 他請兩個大葬 他打三堂 即是預計上庭正式開戰的三堂 十八萬元的大葬費 OK 再問多一句 聽眾就知道我為何要這樣問 我想問最後 你們籌集的十七萬 拿得到嗎 拿不完 每一個業主 我想大概都是給百多元 都拿不完的 拿回大部分 因為他會根據區域法院的連資 律師開多少錢都好 他會和他計算 當然價格是低了 通常都給不到百分之一百 都是我的業主說 其實錢拿出來 他們都沒想過拿得回 但是現在百多元 他拿回公義而又贏了 他覺得是值得的 嚴格上來說 你有一點計錯數 為甚麼 為甚麼 我想問問你 你們本來把十七萬元交出去 後來誰給了十七萬元 後來誰給了大部分錢給你們 其實都是自己屋苑 所有的發育 業主付錢 就是了 你們那十多萬 他還給了八九成給你 其實那些錢都在法團的戶口 而法團的戶口的錢哪裡來 還是大家是業主付錢 真真正正的內容就是 我們現在說重點 原來法團坐在裏面 他們的權力是無限大的 他要去告你 相對告過我們有六個業主的禁制令 用了我們四十幾萬 另外在這裏的土審這個官司 用了我七十幾萬 再賠十幾萬給我 差不多來講他九十幾萬 其實整筆錢都是整個屋苑的人 整個屋苑 但是問題是他沒有去開一個業主大會 去跟大家講 你們願不願意去業主告業主 完全沒有的 他要逼令到我們的業主 要通過我們的官委會 這個才是一個很不公平的 所以我都要將整個 剛才用了差不多一節有多的時間 跟大家講整個官司的來龍去脈 前文後理 還有一些跟進 就是那些錢怎樣搞 所以其實結果 法團和業主打官司 其實都是全體業主付錢的 沒錯 贏輸也好 輸當然 那些時候 那些事物業主要十七萬字自己頂 還要賠給 對方 那些時候有機會 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 所以大家知道那些風險 是相當相當之高 一定要 第一要團結 第二要有理據 第三要問清楚 程序不要錯 有時候就算對 法律上面如果程序走得不對的話 都沒有用的 你要幾樣東西配合 是不是 是啊 其實真的 因為我 為什麼一直堅持去打這場官司 其實我跟民政處一直去談過 他說我們小業主根據三四四條例 只有這一條條例可以去監管法院 如果我在這一條條例都運用不了 正正我們基本上沒有人監管法院 所以我自己就去想 真真正正我不去打這場官司 或者我不去爭取 那我買了一層樓回來 我就被人割 那我就這樣想 我才繼續努力去做 亦都相對要付出 我真的要看完文件 亦都是每一字每一句 譬如有些什麼我要記住 每一件事都要放在腦裡去做 因為上到停打官司 根本上你不可以掀書 亦都不可以做任何事情 我們是門外漢 我們不是受過法律訓練的人 是啊 其實真的壓力很大的 大家真的要去走這一步 那個時期要兩力而為 沒錯 因為到我那段時間 那個壓力是爆飆的 但是奈何真是去到這一步 沒有可能再退數 那才去走 當然呢 業主在現在你們有樓的情況之下 一定要警覺性 要多點了解屋苑 不要像我們這樣 我都匯報 我不是就住屋苑有大維修 我完全不知道屋苑發生什麼事 我亦都不會理法團裡面任何東西 亦都不會理屋苑有多少資產 甚麼都不理三四四條例 是甚麼來的我不知道 直到大維修之後 我自己踏足在這裏 我才知道原來我有這麼多事 我現在跟很多業主談 雖然我現在是主席 但是我都奉勸很多業主 多點了解一下一些屋苑裡面的通告 內容 多點開會 我已經接了第二屆了 我都不主張去拿授權票 因為為甚麼呢 開會是他們的責任 我最多要你留會 開不整個會 我都不想去拿授權票 讓他們知道會的重要性 就用這個態度 令到我想 其實多多一點 我打完這場 有很多屋苑都知道我是誰 我想做好我的屋苑 做了一個好像一個板 給別人看 我是有多麼開明的 甚麼都給別人知道 開會是打開門的 通告又貼足的 總之他們是甚麼都知道 讓他們知道他們自己的權益 權益 亦都自己一定要做些甚麼 就不要每次都說我們法團不清不楚 當然啦 在外面那些再不清不楚的大把 所以其實你做得好 我覺得 很多時候我們開會 看到那些法團主席都不會這麼公開 我們開委員會會給那些業主來 很多時候連那些業主想列席 來聽聽都不讓學方發言 我們是任他們說的 其實我都開了幾次業主大會 其實我們的業主大會都挺有歡笑聲 因為我都任了一些業主去問 因為為甚麼呢 他們有權資 做主席也不是靠管理公司 我都說 基本上管委會坐在那裡 甚麼都不懂 他們一定很依靠管理公司去幫忙 甚麼三四四條例 我相信很多業主都不懂 是管理公司最懂得給他一些資訊 他們好像在那裡舉手 講一下話 聊一下 但是我自己 真的不用多謝 但是我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希望我自己先了解 我始終都是屋苑的業主 我走開走過去買菜 業主問我甚麼 我起碼都能回答他 相對來說 這樣去做一個法團 業主對你的信心大很多 沒錯 但是就辛苦 我自己的做法 就是把法團放在第一位 家裏也放在第二位 家裏也有埋怨 但是我覺得責任在這裏 責任在這裏 你要讓別人知道 我無論做甚麼事都好 別人一問我 我可以回答他 總之我做某一件事 我先了解這個程序 然後才可以回答別人 如果你說一個主席 甚麼都不知道 當日我們那個大維修 我都叫主席來講解大維修的內容 實問究不知 律師回答 顧問回答 我要你回答 你幫我們管理局 你甚麼都不知道 你怎樣和我把關 這個很重要 基本上我要你來是把關的 要看屋苑的東西 但我發覺到那份標書更壞 那個計價的專頁 人家計錯數了 到我發覺 跟一個承建商說 你們那個贈市的委員都簽了 沒有去追的了 那你如果我們 即是看漏了 其實他未必有心的 不過他又不懂 他又不問 但問題是 他又不去關注 他直接不看 他不看 但問題是 你要幫我們把關 你要了解所有的東西 大哥 我現在後來坐下來 我都看下內容 看下你的做法 大哥 中文字 掀到多少 到掀到多少 講回何太 剛才官司之後 跟著你們改選 開過大會改選 其實你改選過 那一天我非常深刻 幾件事很深刻 第一 真的很多人出席 第二 你當選之後 就 全場都哭 全香港都哭 那一天 那一天 因為那天 政府放催淚彈 是啊 你當選過 就是2014年的9月28日 是啊 我坐在大圍的心 就很想去金鐘 嗯 那麼 看到政府就放催淚彈 你們就在開會 嗯 全場都 我不知道是 真是 我們開完會才放 開完會才放 我跟民政處在那裡 說 知道放的了 嗯 那天是很深刻的 所以你們開會那天 是 我很深刻的 因為 第一 我出席 嗯 還有 改選了之後 一幫委員 大家都 都很 很熱切 那樣 我最記得那天 大家還跟我說 莊先生 不要回中環住 因為我住在香港島 是吧 我們吃點東西才走 我還跟大家坐下 吃點東西才走 不過我最後走 我也是回去 我也是去金鐘 那 所以這個 真的 令我自己很深刻 這個個案 但是 其實河太他們接管了之後 也都有一件事 我很想河太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 我們去到很多屋苑 有些是有法團的 有些是沒有法團的 有些是有管理公司的 都有一件很爭議的事情 那河太他們經歷得很充足的 就是 就是大家那些 財政的儲備 究竟放在誰的戶口上 我們聯盟 經常都說 那些的儲備 應該放在 由共同業主擁有的戶口上 就是說是法團的戶口 當然 有一些的屋苑就跟我說 我不是啊 我很相信我管理公司的 我管理公司是上市公司 那我跟他們說 不要緊 你照叫管理公司 把這些錢給你法團戶口 不過 你將來簽名出來的時候 你要管理公司都簽名 那你這樣是不是防守力更加強 你不用怕管理公司 把你的錢放在手袋 然後不知如何使用 因為譬如何太的個案 我們幫你跟進的時候 我提出一個最大的問號就是 當時你們就算坐在委員會那裡 由於當時你們的情況 使用的錢 都是因為大家 給錢都給到管理公司那裡 管理公司使用錢 也是使用了之後 就跟大家解釋 我為什麼使用這些 為什麼使用那些 沒有啊 不要說他沒有解釋 他有些有解釋的 我們不太接受他解釋 我只是這樣說 我免得 免得那些人又 有對號入座 有對號入座 他不是解釋得很清楚的 有些譬如我們跟他說 那些什麼Courley 那些什麼速遞 買原子筆 文具 有些事情都不知道怎樣搞的 甚至乎 因為最基本的 就是究竟法團有多少錢在你裏 他是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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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很清楚 他告我都可以的 我當時問了很多次 他回答不了 是不是 那麼 及後呢 就是多得 何太 都對我和林卓廷信任 我們就給了那條筷子 何太的 那條筷子呢 就禍言甚深 你這條筷子呢 其實我都考慮得很緊要 是吧 有些什麼憂慮呢 很少事情 何太太是這麼想那麼久 何太太是很爽快的 我比你去他 真的想了很久 其實真的不夠膽 為什麼呢 因為呢 自從屋苑 我也出了很多次 那個曝光 你說叫我好像 上去收席那樣 我又覺得好像 為什麼我要自己拿回自己的錢 當時是什麼事呢 我這麼淒涼 其實我提過了 2014年9月28日 我開你們那個業主大會改選 你們出來的時候 我已經提過 其實法團 是應該接管一些財網 嗯 跟著當時大家 我都繼續 我們跟進的事情是很簡單的 我們不是去完一次的會 以後不去 我一直去他們的會 我每次都坐下 就問 喂 那些錢怎樣 在哪個角度 這麼大的錢怎麼搞 有多少錢在哪個角度 有多少錢在哪個角度 搞來搞去搞不清楚 經歷了兩年多時間 其實呢 我們做管委會 一直都是 大家那十幾個委員去談 我們要怎樣做 嗯 其實你建議的事情 我一直都很想做 但是呢 我去拿回錢 或者我真的有律師在開常會 那個時期 我都在會上表態 我們要拿回錢 律師也都說明 是不需要經過業主大會 都可以拿回的 是 但是很不幸的 我當時的管理公司 是不肯的 不肯給的 那當時是說什麼呢 一開始我們問他 怎樣才肯給他 他說你們要開會通過 那我們開管理會通過 是啊 過了他不給 他又選工手說 那你要業主大會通過 照開業主大會通過 我也有開的 有開的 其實我開完業主大會通過之後 也有一幫小業主引用5% 想推翻你的決定 他又想推翻這個決定 其實很特別的 有七八十人去簽了這份5% 要求我推翻了 去拿回錢回來 那是他的權利 是的 我也做足的 因為我也是打這5%回來 是 因為我收完這5% 我覺得很好笑 嗯 他們的簽名就是 幾座幾樓幾室 跟著就 業主的姓名是何太 沒有業主的姓名 是 跟著簽名就是何太 一符號 是 那我收完這5%之後 我是不是要去引證 這幾十人的 是不是業主 是不是業主呢 要 那我出了一封 律師都很好人 他說你不要用我了 我拿一封信給你先用 那用了那封信 最好笑的是 這個5%裡面那幫人 有些就不簽那封信回來 有些不在這5%內容 簽了那封信回來 究竟那幫人想怎樣 總之 簡單來說 本來業主大會通過了 就要在管理公司 拿回所有屬於法團的財政的錢回來 我沒有記錯 過數大概八百至一千萬左右 千幾萬 千幾萬左右 那通過了 按照管理公司要付的 大會通過了 即是找律師去拿 那有些業主出來 就覺得 不是啊 我們不支持法團拿回一些錢 那不要緊 他有權不支持 那出來做 但是當時何太太 又沒有辦法核證 那5%的人 是不是真的 那好了 那這時候拖拖拉拉 那業主又不知道怎樣處理好 那我當時 我就有一條條條 給了 當然一都還沒說出來 是什麼 你還沒拿出來之前 律師一直都跟管理公司 是 是 他們都拉拉扯扯 覺得 可以不可以 我那時候 那時候我那條條條怎麼說呢 又捏爛臉 我說何太 我說到時 現在我們真的等了合理時間 他不肯 他不肯 給我們一些錢 也都無了期 我建議這樣 我建議不如 打正其號 就上去管理公司的總部 叫他還錢 OK 即是上去收數 叫他還錢 你講得難聽的 我們是叫他還錢 你知不知道那天 我們上去那天 我一進去那時候 我覺得好像被人擺了一個空城計 一上去 沒有人的 沒有人的 只剩下我們 我們專門說這件事件 不是啊 因為他真的沒有人的 只是那個門搜 reception 也沒有的 沒有的 其實是這樣的 當日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就 你知道我們做這些事情 打羅打鼓的 我們都怕 有什麼事 最好有媒體的監察 所以我們就叫了媒體 媒體就站在那間管理公司的門口 就問 大聯盟和什麼什麼花園來沒有 然後我們就走進去 然後我們就見到第一個職員 管理公司見到的 他問我們來做什麼 我們說我們來追回一些錢的 因為我先走的 然後我們就走進去 進電梯 因為他這樣 進了電梯 上去某一層 去某一層 他又有一個職員在那個位置 他還有一個電門 對 他開了電門讓我們進去 沒有啊 一拉就可以了 預料我們可以進去 進去之後 然後 他有一個人問我們什麼事 我們是什麼事 上來收錢的 後來才出來的 那個人一進去 什麼人都沒有 我先進去 他在那裡 然後走進去 我們就在那個很大的位置 我們有20人 走了進去 坐在那裡等他 等來等去 他還沒來 然後我們就拿大聲出來 揭揭口號 然後他們很有趣 我們揭揭之後 他就有派過那些 保安 對 他們說 你們吵著我們在那裡做事 我說 咦 我們現在正在等收錢 通知一進去 其實我們去收錢 為什麼我遲遲都不答應 其實真的害怕 你上去公司 我當日以為跟你去 都是在樓下的 我沒想到上樓 我去到樓下 我去到樓下 我打算進去經理房 沒想到的 然後我上去之後 一進去 嘩 為什麼那個摺墮處 空無一人又沒有燈 很暗的 嘩 心會不會有人擺空乘計 管理公司這麼奸 不知道 然後很害怕 心跳到十五十步 去到那裡 去到那死人經理 走出來和我說的 那時候 他又說謊 我才調戲不順 才整個人回回魂 去罵那個死人經理 否則我真的害怕到死 我們要盡快說一下 什麼事 去到之後 我們就表達我們的訴求 那一千多萬我們說要追回 然後他就派了一個人出來和我們說 說我們是肯給的 我們肯給快點給 大家的言語上都是這樣說 其實都相對斯文的 因為沒有辦法不斯文的 因為我們拿著大聲公說 他就這樣說 是吧 因為我們帶大聲公上去說 我們想大家聽到我們說什麼 去到之後 然後他就說 好啊 你等我們 午餐之後 我先給你們部分錢 然後我們說 好啊 我們在這裡等你 我們不走了 然後我們就派一些代表去買一些 買一些飲品 買一些大膏仔 好啊 他上來吃 他是想不讓我的人再上來 但是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下去的人很聰明 找另一條路上去 其實管理公司真是好 他那個支票 他說開了很久 我們不收 其實正正我要告訴大家 他是三月份開了這張支票 但是他要有條件 要我簽了一些約定才給我 就是譬如 管理法一定要由他收 其實我覺得我拿回那些錢之後 我都會給幾個月的營運金 他去繼續營運 總之那些我覺得不用多說 因為為什麼呢 根本上那些錢是屬於你們的 他就沒有理由拿著這筆錢 就要你答應這件 答應那件才給你 很奇怪 就說一間管理公司 為什麼他一定要有錢呢 其實他是打工的 拿了我們那個經理人籌金就可以了 他先給你才可以 總之我們就真的等了 等到 我記得他給了某個時間 我忘記了是2點半還是2點 2點半 2點半 接著我們踏正2點半 他不出來 就開咪 又開咪 2點半 他真的叫了5-6分鐘 他就走出來了 立即交張800多萬的支票給我們 是啊 但是那裡拉拉扯扯都寫了那份簽的簽子 我們都3點多才走 我們3點多才走 因為這件事件是挺奇怪的 就是我們 說真的 當日我們去 真的想著姿態上 真的要拿回錢 你問我是不是預測 當日立即收回支票呢 我就沒有這個把握 是 沒有人覺得馬上拿回票 當日大家都很開心 一招就可以拿回票 對 我們說更快 買六合彩 因為買六合彩 你也要晚上才開 其實你知不知道 我的心很慘 走去上去又吵又吵 其實自己在這個時候 已經做得這麼辛苦 我不想再站在最前方 你明白嗎 我明白的 但事實實 真是幸運 我們又被一條橋出來 你們真的接受了 而這條橋最後真的有效 這條橋之中 最好笑就是管理公司 在這一段期間 再做辭職這個動作 因為我們 我們 他覺得 他經常都有藉口 就是沒有錢營運 是的 我們拿回管理費 我又開業主大會 把管理費交由我們發團收 那時候 那個議程一出 他就立即辭職了 其實我覺得 喂 怎麼會沒有錢營運 我也不會叫你沒有錢去打工 其實大家都不是不講道理 不過不要緊 總之和平地分手 還好過什麼 都不是很和平的 我覺得算了 大家可以再追查一些事實 我剛才說的內容 都是百分百事實的內容 都很幸運的 順便一提 經歷過那次追訴之後 我跟阿婷 有一點點行動上的 不是那麼方便 因為為什麼呢 自從那次幫你們追訴之後 我們以後 跟法團 什麼公司都開會 我們 有一次阿婷 我最記得的 突然間開會 他跟那間 應該是工程承辦商來的 他突然跟那個承辦商說 他說 沒有啊 好啊 你們既然有些事未交代到 我們過兩天 去拜會一下你的公司 然後呢 那個承辦商馬上說 就說 咦 你們不要上來 不要來拜會我 不要來拜會我 他經常以為我們再拜會 就像上次拜會你們那間公司 其實我們不是這樣的 那間公司等了幾年 欠你們一千萬都不給 我們才這樣做 我們不是那些經常走上去 去拜會人 去拜會人 這樣去到 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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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至少 我保障了你們 整個屋園 這麼多戶的利益 對我們屋園來說 真的 現在做完之後 最終我們真的 又 管理公司辭職了 我們都創新 自己沒有搶到管理公司 自己去接管 現在暫時 那希望在我自己 做主席的期間 可以令到屋園 令到更加省錢 因為相對自己 沒有管理公司 那個做法 是完全兩回事 那些事情 親身為了很多 沒錯 但是當然 我不會常做主席 那我希望有人 可以有我這種態度去接管 如果沒有的話 我都在我離任的時期 我都會請回管理公司 因為始終屋園的錢 這麼大 不可以交由一個陌生人 去處理 當然 有人會質疑我 究竟是否適宜去處理 這麼大的數字 但是我們 現時的管理局 都覺得是 問生無愧的問題 現在每年 不請管理公司之後 又是用多了錢 還是省了錢 應該省了錢 因為我買一瓶水 我買一瓶水機的水 他幫我買就50元 我自己去水機公司買都是25元 已經這樣是小數目 還有很多現在的 我們一些工程 我們自己請的經理也好 什麼都好 當他那個工程 那個承辦商去報價 一個keyboard就是1800元 即是實在一點數字 他馬上不敢下 自己去鴨地買了一個keyboard 回來叫他換 100多元 那你計算一下 這些數字 已經是小數就怕長計 對不對 辛苦的 但是就要有一幫人 真的可能這麼合群 才可以做到自行管理 如果你說有歪心的 那你真的做不到自行管理 沒錯 所以今天這一集 我們真的很多謝何泰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管理大經驗 剛才何泰說的經驗 在他監察維修的時候 都是這樣 實質地去監察整個工程的運作 對工程的影響 令住戶得到一個好一點的 售後的服務 都是那句 出來做管委會 如果你真的代表整個屋檢的業主 你一定要以業主為大前提 就是他擺在最前線 你是為他爭取利益 幫他守住家園 如果你用自己的心 去想自己的好處 這個絕對不可能 OK 這個最重要 沒錯 最重要是何泰 剛才何泰斯華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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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我们是反围标 说得对,看解围,随时可以帮你省下几十万